第十八分钟 斯克平司机投球翻评比分 第五十三分钟 凯塞洛进去内犯规 卸卧获得点球 加凯里尼主罚一蹴而就 第七十四分钟 伯鲁齐投球破门 伤停不时阶段 被纳德司机完成绝杀 最终 有文克场显胜卸卧 遗憾 C罗伊甲手卸卧破门 依旧可以拿高分 本场比赛之所以成为焦点站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C罗 这是葡萄人家盲人以来的首场正式比赛 加一架首秀 从比赛过程来看 C罗对于新环境的适应整体来看还算不错 只不过遗憾的是 并没有取得进球 但如果看了比赛的球你都知道 本场比赛 C罗也有几较精彩的射门 包括任意球 也先协助攻队友破门 整体来看 未能破门的C罗 依旧可以拿高分 对阵陷落 阿莱格里选择的是4-2-3-1阵型 C罗突浅 担任中锋 到格拉斯科斯塔和夸德拉多分去两侧 迪巴拉位置两人之后 这个安排有利有弊 但就这场比赛来看 C罗不适合打中锋 更适合的是边路 在下半场 曼朱基奇上场之后 有问题的更加流畅 因为此时的C罗从中锋变成了边风 更加的自由 也有了更多的球权 在第八十七分钟的那个进球 虽然被判无效 但足以证明 让曼朱基奇打中锋 C罗打边路 才是正确的选择 特分并列全队最高 球迷 已经足够好 的确如此 可惜甲不同的是 逆角的防守强度明显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 C罗也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但即便如此 C罗的任意球 远射 传球等依旧很有威胁 如果不是借过门将方挥神勇 C罗的一架手球 恐怕早就来临 赛口的评分 也显示 C罗7.5分 赫贝纳德斯基并列全队最高 虽然未能进球 C罗已经展现出了好的状态 相信他的一架手球 不久后就会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